大家好,我們來到C102,這個是Shane Toys,這個叫撞黑潮玩,我們找到主理人,兒子,做一個訪問,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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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香港的觀眾打一個交呼,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 這次我看見你也有很多瘦病的東西,你可以跟我們觀眾介紹一下你的強品嗎,是這樣,就是我們戰客,戰客草丸它主要是,它這個形象就叫戰客,然後它這個是一個,它設計元素是一個穿著潛水頭盔的小男孩,然後它有那個腦袋裡有長的翅膀這樣子, 哦,老,老,老,魯帶將這個翅膀,對對對,然後我想表達就是說它,就是說,你有點禁錮跟自由的一種矛盾,跟結合在一起這樣子, 就是因為一邊他都問住自己,但是另外一邊他都想飛出來,對對對,這我覺得是,比較貼近我們人的一種,現狀,就是說,很多人他,有時候戴著面具,但是他其實內心也渴望自由,這樣子, 有一個概念,那就是,其實是不是你自己的那個,信入歷程來的? 哦,對,就是它戰客算是我自己的一個,自身的一個投射,明白,所以你有空你也戴一下頭盔嗎? 我怎麼打算把它做一個1比1的,可以自己戴一下,自己戴一下,然後就再見你簽名嘛,對不對? 對對對,好,有這個打算了 好,我看見有這個角色有不同的這個比例啊? 我看見這個角色有不同的這個比例呀? 我看見這個角色有不同的,這個比例呀? 那個賣完了 然後就是用poly的 用poly材質 然後它是做一些做舊的效果 然後它就是有點沉澱 因為sync 藏客它的其實是一個 來自一個英文名 英文這個單詞 就是sync 就是沉澱的 沉澱 對沉澱的意思 然後它是過去式的 sync 然後所以它就是 我希望它是有一點點這個 就是說復古一點 然後又有一點懷舊 這有點像steampunk的那一種風格嗎 就有一點點那種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不是一個那種 就是相對來說會沉穩一點 明白明白 那這個是什麼材質啊 這個是糖椒的 然後它這個的話是 我這一次PTS 北京淘汰展所發的一個 藏客的一個糖椒版的一個 就是形象 它是小藏客 little sink little sink 它就是小的小時候的藏客 所以它的會比較Q一點 形象會比較Q一點 然後 就是賣多小個 這個限量是55 然後55這個黑色33T 但是已經賣完了 對 好太可舍 我們也是只能看了 好 另外整個呢 方塊鯨魚 方塊鯨魚的話 是我的另外一個系列 就方塊系列 那這個系列它是主要是一個環保主題 是說黑色黃色跟紅色 它代表的是三種汙染 海洋汙染 一個是油汙 一個是那個輻射 還有一個是刺草 這三種就是我們經常遇到的那種 這個海洋的汙染 那對生物來說 是它們的一個 就是 對它們的一些破壞 或者說 所以這個形象的話 它 就是把它做成一個方塊 方 跟我們在普通話裡面 荒 就一個諧音 所以它是一個很荒 很慌張的 對 就是最近比較流行的一個網絡詞語 明白明白 然後就想說 比較有趣味這樣結合 我的主要的一個表達是想說 可以讓一些我們 現實中常見的東西 我用另外一種造型 去喚起大家對這個 原本事物的一個 就是重新認識 明白 大概這樣一個理念 我看見你的錯誤 也就是真的非常有這個 概念也非常重 你也非常重自己的想法 貫注在裡面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對於一個設計師來說 一定要有一個 你言之有理 對 一定要言之有理 不能說我單純做一個造型 然後 實際說 那個造型 沒有一個內涵的話 它可能 就不會有太多的一個生命力 明白明白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理念在裡面 明白明白 好 那最後也可以介紹一下這個 卡夫卡 這個的話 是我最近發售的一個 新的系列 是一個 就是關於霸凌的一個故事 那它講的是一個小男孩 被欺負了 然後它變成假蟲的一個 一個故事這樣 那它有一個漫畫在那裡 明白明白 那你可以去拍 可以可以 然後 然後它是講的是一個 就是異畫 嗯 對 然後就有點偏黑暗一點 明白 黑暗一點 另外這個呢 這個就是未來可以推出的嗎 對對對 這個是我最近要 近期會推出的一個 新的一個 戰客的一個第二個版本 它叫獨舞 是我來 源自於我之前畫的一張插畫 是在一個小 就是戰客 他在人群中跳舞的一個 一個 一個情景 明白明白 然後 因為它這個我想表達的是說 呃 因為戰客它是有一點點 孤獨的那種 呃 味道在裡面 所以我這個的話希望 我想表達一個想法就是說 孤獨但是樂在其中 啊 自娛自樂 這樣子 所以說它的動態是很輕鬆 但又有一點點孤獨在裡面 明白 可以希望看到人有一點自癒的那種 呃 基本上都是把 有時候都是把你內心的感受放給 對對對 我覺得一個 呃 一個 潮王或者說一個 藝術品它要有 要有所表達 言之有理 言之有物 才能把這個 呃 就是把這個 真正的想法傳遞給玩家 或者說傳遞給觀眾這樣子 對 好 非常感謝今天阿仔仔 都 陪我們做這個訪問 呃 然後可以跟我們的觀眾說 先再見嘛 哦 拜拜 大家好 拜拜